你自己要了解知道自己大概尿的量 你就可以知道说自己的水喝的够不够 尤其是女生得过两次三次 膀胱不然尿到不然之后 大家会对尿尿这件事情造成阴影跟恐惧 那先从喝水方面知道自己怎么喝 怎么能够规律盘 这样问题才会比较容易做理清跟了解 我们常说 你本身凭尿急尿解尿会痛 那基本上你 泌尿到感染的机会很大 那这个泌尿感染 我们常说医学的诊断里面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所以你要请这个病人去验一泡尿 尿验完之后告诉你 你的尿里面有呈现出 泌尿到感染的这些现象 有白血球有发炎的状况 这时候确定你就是属于尿路感染 那这个尿路感染的话 一般来说在女性方面因为身体结构的关系 他真的比男生多很多 那当然这跟憋尿有关系 但是重点是在于经过适当的治疗之后 一般来说尿路感染吃抗生素 五天到七天就好了 那病人只要恢复到他原来该喝的水 不要憋尿这些问题都会解决 可是你知道吗 很多人得过病之后会有种所谓的阴影 他就觉得说是不是自己憋尿 然后可能一有尿意就想去尿尿 可能喝水喝完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去尿尿 就发现一泡尿也没多少 那这样的结果之后会变成 他常常跑厕所 可是基本上却没有很大问题 可是这样频繁的上厕所 却又造成他生活的困扰 这在我的 我都用一个名词来讲说 这叫做什么 尿尿恐惧症 尿也怕不尿也怕 我们身体有一个尿尿的出口 它有个开关 但是那个开关要放松 那我们膀胱的后面有个叫B尿肌 B尿肌要用力 你用力咧 尿才会喷出去 在调控这剂的时候都不是你调控的 都是我们在演化过程中 自律神经去做调控 可是刚才有提到说 你前面的尿尿要打开 后面的B尿肌要收缩 把尿喷出来 这是一种协调 可是当你这个协调机制乱掉了 你的身体就变成 你的膀胱变成太过敏感 只要一点点尿就开始担心 担心之后 你前面那个尿道口 就憋不住 憋不住你就干嘛 想要尿尿 那只是这个问题基本上 如果说 刚才有提到说 这个器官它本身结构上如果没有问题 那就属于功能的问题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是变成要去做一些调整 那如果说是属于结构上的问题 我这边有提到说 本身像什么 坚持性膀胱炎 这个病的话是属于结构上有问题 就必须做积极的处理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可是反过来说 不管是膀胱过动症 或是见智性膀胱炎 只要造成你尿尿困扰的人 你的整个那个情绪神经 就会进入一个不稳定的状况 对 我想说尿尿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变成你的一个恐惧 尿也不是不尿也不是 对 那我们常说 这件事情当造成你生活上的困扰 尤其我刚才有提到说 一个人一天尿尿次数 起码都要6到8次 时间到你就开始困扰 那你不觉得你每天处在光尿尿 就困扰的事情身上 你要你的整个情绪压力如何获得平衡呢 所以他说为什么会说很多人 最后变成说尿尿恐惧症 想到尿尿 所以你说当这些问题 就变成你情绪方面的困扰 变成你智律神经上面的困扰之后 其实一个简单的事情会变成一个什么 复杂的心理状况 所以我才说你现代人 其实工作上的压力 人际关系的压力 这是你最难去避免跟克服的 那身体这些病痛的问题 不要变成你的另外一个压力 对于喝水这个问题 我特别强调喝水这个问题 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很多告诉你一天要喝多少 喝八大杯 喝2000cc 然后甚至有些专家告诉你 按照你的体重 按照你的体重可能喝什么 30cc 35-40这样都有 就是告诉你你要去做这样的喝水 但是事实上我在临床上面 我反而喜欢去教病人一件事情 一个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你有规律喝水 我说规律喝水 你可能数分钟喝半杯 或是半个小时喝一杯 或是你一个小时喝200-500 你的习惯按照你的习惯规律 那重点是 你两个半小时或三个小时 你要去上一次厕所 那你的一泡尿 要200cc起跳 一般来说大概要到250-300 所以你说 你知道你从早上起床第一泡尿 到晚上睡觉前 最后一泡尿 中间一般人 你要6-8泡的尿的话 而且没泡尿出去 就有200以上 甚至就是有到250-300 那表示你一天的尿量出去 有到2000 那表示你那天喝的水一定够 我们这个观念是你用出去的 来 缓推你的喝进去的量 所以我们都跟病人讲 规律喝水 规律上厕所 然后想办法让你的喝的水量 能够让你自己 两个半小时 三个小时去上一次厕所 那一泡尿 200cc起跳 最好能够250-300 那其实如果大家愿意去做 简单的测量 一个简单的喝茶杯 大概差不多250-300 那最简单是一罐养热多 就是100cc 盒庄最小的鲜奶 236 你自己要了解 知道自己大概尿的量 你就可以知道说自己的水喝的够不够 所以刚才一提到说那种贫尿急尿 其实尿尿这件事情 其实说简单再简单不过 但是只要重复性尿入感染 我特别强调 很多人一年得过尤其是女生 得过两次三次 膀胱发炎尿到发炎之后 大家会被尿尿这件事情 造成阴影跟恐惧 所以你要从很根本的问题 去让他去把这个问题去慢慢做理清 那先从喝水方面知道自己怎么喝 怎么能够规律排 这样问题才会比较容易做理清跟了解 那现在人最大的问题 好像一到独处变得有点那种心慌 懂意思吗? 其实我是觉得说 就是你要能够在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角色 然后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多爱自己一点 所以其实你说在自律神经失调 这个部分当中 我常讲 当你的身体告诉你出现失调状况 其实你应该回过头来干嘛 多爱自己一点 你愿意自己停下脚步 醒思自己 其实你才可以找到说 你的问题点 或是你需要调整的脚步 你要调整的方向 要怎么处理 甚至你才知道说 如何寻求 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你有这些病 你也找了医生治疗 它基本上是治疗你这个病症 你一定要想到 你是因为 你有 自律神经方面的问题 才会导致 你有这些病症 也是因为自律神经方面的问题 会让你自体免疫出状况 会让你的病情加重 它是因也会是果 它会互为一个恶性循环 懂吗 所以你看安倍晋三 就是最简单的道理 其实基本上 他如果没有这个疫情 如果没有这个新冠疫情 没有奥运延后 他一定可以继续撑下去 所以你就说 什么事情是压垮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病人已经处在 那个命悬一线当中 再来一个事件 就会来看医生 如果你喜欢早安 今天的影片 请帮我们订阅按赞 要记得打开小铃铛 才会收到我们的最新通知哦